原标题 内甲德总统下场为何这么凄惨 因为他同时得罪了两个权势最大的人 从世界历史来看 因为整个的历史走向是由大国决定的 所以作为大国的领袖或者总统 那是最被世界熟知的 例如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 而作为中小国家来说 很多就根本不知道了 但是这个也有例外 比如说伊朗的总统内甲德 就是一个其因为出身贫寒 在位强劲 为西方等品质特点 从而备受世界关注 被称为世界最强劲总统 内甲德总统虽然这么强悍 但是小台后却进了监狱 堪称最知名总统里面下场最凄惨的了 很多人不明白 为何内甲德总统下场会如此的凄惨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得罪了两个权势最大的人 在伊朗历经伊斯兰革命后 建立了伊斯兰政权 但是也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两大政治集团 一个就是以最高领袖为首的顽固保守派 坚决主张维护伊斯兰 政权维护伊斯兰教法 跟西方死磕到底 长度人就是哈梅内伊 而另一个就是温和改革派 主张实行自由化 讲究人权 发展经济 搞西方的民族等 代表人物就是伊斯兰革命元勋 拉夫桑加尼 可以说 这两个派别或者势力集团 基本上就决定了伊朗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利 而哈梅内伊和拉夫桑加尼 也凭借此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后 全是最大的两个人 而且他们都是过梅尼的左膀右臂 革命元勋 强悍到极点 但是内甲的总统却同时得罪了这两个人 首先来看夏拉夫桑加尼 拉夫桑加尼资历比哈梅内伊还高 还做了八年总统掌控伊朗二十年 连哈梅内伊都要给面子 但是内甲德总统却得罪了他 而且是死敌一样的得罪 为何这么说呢 主要是三点 第一 直接打败 在2005年 伊朗总统大选 直接竞争的 就是内甲德总统和拉夫桑加尼 但是经过激烈的争夺 最终完全的一个愣头小子内 贾德却打败了政坛老将拉夫桑加尼 成功当选 为此内甲德成为拉夫桑加尼政敌 第二 子女之仇 内甲德总统上台后 为了强力反腐败 上台后 拿拉夫桑加尼的儿子和女儿开刀 拉夫桑加尼的长女和长子 都被抓进监狱 这直接是撕破脸的仇恨 第三 那就是政坚的南辕 北辙 内甲德是顽固保守派里面的极端顽固派 甚至主张实现原教旨主义 要搞彻底的伊斯兰化 这跟开明的拉夫桑加尼 简直是南辕北辙 而在政治中 政见不一样 那就是直接的死对头了 因此 内甲德跟拉夫桑加尼是同水火 整个改革温和派将内甲德视为死敌 彻底得罪 另一个就是哈梅内伊 内甲德出身贫寒 能够在青壮年一路高升成为伊朗总统 其实靠的 还是哈梅内伊的扶持 才让内甲德安安稳稳地打败对手 做了八年的总统 但是内甲德在下台后 却也将哈梅内伊得罪了 为何这么说呢 有三个原因 第一 威胁太大 内甲德当了八年总统 对外强硬 赢得广泛支持 被称为最强硬总统 对内帮助底层百姓提升收入 为此也是赢得百姓的支持 所以呼声很高 而呼声越高 对于哈梅内伊来说 那就是威胁 其最高领袖的地位不容动摇 所以 这使得矛盾产生 第二 不听话 内甲德下台后 到大学教书 而2017年却又跑去选总统 而哈梅内伊已经多次跟内甲德 表示了不要参选的希望 但是内甲德就是不听话 非要参选 直接违背最高领袖 彻底得罪 第三 太极端 哈梅内伊虽然是顽固派的领袖 但是也觉得内甲德太过极端 对外太过强硬 使得其在位期间伊朗被严密的制裁 经济发展困难 很难进步 百姓也为此而遭殃了 相对来说 哈梅内伊需要的是 既能对西方强硬 稳固伊斯兰政府 但是 又能够跟西方周旋 稳固国内的人 而不是内甲德 所以这一点 也让哈梅内伊反感 而内甲德同时得罪 拉夫桑贾尼和哈梅内伊 于是 直接被送进监狱 到现在都没放出来 凄惨无比 欢迎关注农夫史记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事 参考文献 伊朗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资格尔